下面我们接着开始缝合 这个骨头两边这个部分 这是正面 这里也是正面 也就是我们背面 靠着背面这样缝合 首先我们从开头这个部位 这是上面这个部位 把最后这一个蒸沫 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 勾一个短针 然后我们勾这个 辫子针的里面这一针 也就是靠着我们的这一针 挑针 直接做一个引拔 然后从这一片 这是外面这一针 也就是这个辫子针的里面这一针 也是挑一针 做一个引拔 也就是对应着 这边一针 一个引拔 这边一针 一个引拔 一直就这样对称着勾置 这边是直挑半针就可以 就这样 大家一直把它勾置到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是在正面 缝合的这样 缝合完之后 我这边已经缝合好了 缝合完之后就是这样的 大家自己把它完成一下 这里那个两边缝合完之后 我们开始 这里不断线 开始从这里勾置 勾置到中间这个位置 首先我们现在这里 起立三个辫子针 再勾置两个长针 间隔一个辫子针 就是这样 还是对应着勾置 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大家一直勾置到这个位置 我们勾置到这个位置之后 也就是这个位置和下面这个位置 这就是那个当那个位置 这个地方 我们接着往下勾置 这个拐角这个地方 我们先勾三个长针 然后再勾置辫子针 二三四五六七 我这里是勾了七个辫子针 这里也就是这个当这个位置 如果胖朋友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需要多加一些针数 我这里是加了七针 然后连接到对面这个位置 翻转过来吧 翻转过来之后 连接到还是拐角这个位置 我们这里直接 再拐角这个位置 接着勾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然后再这样 再勾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就这样一一对应的 还是勾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这样就形成一个圆形 这样就是一个裤腿的位置 大家一直按照这个规律勾置就可以 一直勾到开头这个位置 最后我们勾到这个 最后这里 接头的地方 我们立一个起立针 再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再接着勾置 还是勾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大家自己一直勾置 勾置到这个位置 勾置到刚才我们夹针的这个位置 我们勾置到夹针这个位置之后 然后直接在这个夹针的这个辫子针上 从一个针目里开始勾置 三个长针 这样正好和这边连接起来 一个辫子针 再勾一组 再勾一组 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然后来到对面这个位置 这样正好连接起来 还是勾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这样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 这个裤腿就一直这样勾置就可以 大家根据自己勾置裤腿的长度 勾置几圈或者三圈四圈 大家根据这样 往下接着勾置就可以了 这样 不加不减的 我们这个裤腿 这里我是勾到了第四圈 一二三四 第四圈这里 第四圈这里最后 这个裤腿这个长度这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勾置加长 这个都可以 那个最后一圈 我们勾置一圈那个花边 首先我们先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再勾三个长针 从下一个针目里 勾置一个短针 再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再勾三个长针 再从下一个针目里 勾置一个短针 就是这样 我们就勾置这个花边就可以 三个长针 一只就是这样 重复勾置 重复勾置这一圈 这个裤腿这个花边部分 就勾好了这样 这个裤腿这边 这个裤腿这边 这个花边 勾置完之后 我们开始勾置这一边 这里也是我们 缝合的这个位置 然后接着勾置 先立三个辫子针 先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再勾两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三个辫子针 一个辫子针 大家还是按照这个规律勾置 一直勾置到这个 我们加针的这个位置 大家一直这样先勾置到这个位置 我们勾置到加针这个位置之后 这里 再从这里 再勾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然后从这两个针目上 同时也是 出两组 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 然后再来到这边 这个位置 还是在这个针目里勾置 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 接下来我们就那个 正常勾置就可以了 就是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这样这边这个裤腿 就这样 不加不减的勾置就可以了 和这边的勾置方法 都是一样的 大家自己把它完成就可以了 这个两个裤腿 这里勾置完之后 我们开始勾置这个腰部 这个部分 首先还是从 风和的这个位置 开始起针 先例三个辫子针 然后从这个长针的这个位置上 勾置四个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上 也就是说 在每一个这个针目上 就这个大的针目上 都是勾置四个长针 再从这里勾置四个长针 从这个针目上 也是勾四个长针 这一圈都是按照这个规律 每个针目上 勾置四个长针 大家自己把这一圈 勾完就可以了 一直勾到这个 接头这个位置 第一圈我们勾置完之后 我们先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再勾两个辫子针 中间间隔两针 再勾一个长针 再勾置两针 间隔两针 勾一个长针 就这样一直重复勾置 勾置成这个方格 中间间隔两针 大家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勾完就可以 这个第二圈 第二圈勾置和第三圈 这个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勾两圈这个方格 开始勾置第四圈 第四圈 我们连接好之后 先从一个方格里面 勾一个短针 然后从下一个针目的 开始勾置长针 一共勾置 三 四 五 六 七 一共勾置七个长针 然后从下一个针目里 再勾置一个短针 这样就形成一个花边 然后中间间隔一个 这样勾短针之后 从下一个针目里 我们再勾置七个长针 这样从下一个针目再勾置一个短针 这个花边就是勾置七个长针 一个短针 七个长针 一个短针 大家自己把这一圈勾完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勾置完花边之后 然后再勾置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 我就是用了双骨的线 勾置了这个辫子针 大家根据这个长度 把它穿到这个镂空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这个裤头 就完整的勾完了 然后再勾置一个短针